我觉得没问题 这样 我们先从李晨开始 李晨已经说到了 他没做过儿童节目 你现在也没有孩子是吧 还没有 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跟小朋友打交道 太好了 今天录影结束 你就把孙岳带回去就可以了 这一天一月伙食 这也不得了 那我跟孙岳就是小朋友 这边就是小朋友了 你现在开始就是大型儿童节目 有话好好说的主持人 面对这么多的小朋友 尤其这两位小朋友营养不良 这才营养不良 不牺牲 你要给他们讲个小故事 逢小朋友们开心 而且他们现场会又哭又闹 好 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 来我们现场开始 小朋友 欢迎来到今天的 有话好好说 乖乖乖 这个是你的新朋友吗 这是我大爷 你大爷 跟你长得很像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妈 昨天那个谁 你呢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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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问你个问题 叔叔问你个问题 你知道安徽的省会是哪儿吗 不知道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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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是什么意思 合肥是什么意思 合肥就是这意思啊 他骂我 他骂我 我不干了 不是 不是 过来过来过来 我给你讲个笑话 给你讲个笑话 给你讲个笑话 我讲笑话 我要吃糖 我也吃 你们是最乖的 不乖 不乖 最聪明的 不聪明 我问你 你猜对 我给你试试 好吧 问你个问题 请问 哪个卡通人物 最喜欢帮助人 不知道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人是铁 犯人刚 人就是 现场动的都是人 哪个卡通人物啊 你最喜欢哪个卡通人物啊 我写个电台合法 大鸡腿 大鸡腿啊 八个年一个 小时候 有没有看过机器猫 没看过 没看过 有没有看过米老鼠 没看过 都没看过 天线宝宝 没看过 也没看过 没看过 灰太郎 喜羊羊 没看过 李成 这俩七零后的吧 我跟你那么说 这个节目 给多少钱都不能干 真的不能干 我给钱 我跟你说 在现场啊 真有这样的小孩 什么样都不容易 什么样都有 不容易